我告訴你 打狗、冬金 每個人都看不到十歲的圍圍 她是如言烈的小孩 先天吹噸有必順 倒邊的面貨有快順 到現在等了四天的秋實 今年七月婚這麼像疲倦怕痛 她吸到第一口氣的時候 她既然哭了 我問她為什麼哭 她說這叫做喜極而泣 阿嬤說到的艱苦 在她心裡頭 微微跟別人病不不一樣 六十歲請用十五歲 是甜蜜的負擔 我不會覺得很辛苦 只要她好好地學習 好好地讀書 這樣一切都是嫁給大家 蝶羅惠夫爐園基金花 有百分之二十的爐園小孩 來自幼稚家庭 年輕的父母在生活的阿嬤家 常常沒辦法負擔照顧的工作 爸就不小心生了一個有缺陷的小孩 有的父母她就丟著就沒辦法照顧 他們年紀都很大 可是那個照顧的心 真的是可以讓這些孩子 他們可以得到溫暖 媽是哪感情加減 希望可以用愛來拍攝如燕 小孩好好的大漢 三天的祖父母節 讓小孩表達心中的感恩 大家新聞李明華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阿媽